大齋期四十天,诗篇灵修 主题四,信福与放下 第三十七天,上帝呀,快来救我 诗篇七十篇第一节,这样说 主,上帝呀,求你快快答救我 耶和和,求你速速帮助我 我半岁的女儿从来都不害羞 表达自己的需要 她一感到肚饿了,就会放声大哭 表示说,快点啦,快点啦,快来帮我啦,不要迟啊 作为父母的我们,当然是不会因此而怪责女儿 反而会很喜欢她能够表达自己的需要 而大卫在诗篇七十篇也是一样 她是何等坦率地向上帝表达需要 这个时候我们先听一听诗篇七十篇一节五节 第一节,上帝呀,求你快快答救我 耶和和,求你速速帮助我 愿那些沉索我命的,普愧蒙羞 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 愿那些对我说,阿哈阿哈的,因收睺退后 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 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上说 当尊上帝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佛的 上帝呀,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 你是帮助我的,答救我的 耶和和,求你不要担然 或者你曾经被教导 成年人要有耐心 上帝有他的时间表 我们不应该催促上帝呀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大卫是否不应该这样讨告呢 当大卫说有人沉索他的命和喜悦,他遭害 可能正正就是他被素罗追杀的时候 而在这首诗篇的第五节当中,大卫亦都说 但我是困苦,穷佛的 这里是反映,即使他怎样讨告也好 问题亦都没有立即得到解决 他仍然在困境之中 尽管是这样,大卫仍然乐意等候上帝的时间 即使他有机会,也不轻易杀害素罗 因此大卫不是要逼上帝即时回应 他只是在讨告中,好像小朋友一样,坦率地表达渴望 上帝呀,快点来救我吧,快点来帮助我吧 而上帝就好像似乎一样欣赏我们真情意切的讨告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很多变数 面临突如其来的挑战和困难 会让我们感到无助和恐慌 让我们效法大卫这样,坦率地呼求上帝 上帝必定会给我们适当的帮助 各位朋友,当我们去反思的时候 你曾经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突如其来的困难呢? 那你有没有很坦率地向上帝寻求迅速的救助呢? 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你是我的帮助者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求你让我不要怯懦和害羞 呼求你的帮助 也要求你让我等候和顺服的心 安心等候你适时的回应 奉主命求,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